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 我家的老头子 发的是什么疯话 丢人都丢到外面去了 小王 昨晚我睡得早 没接到你的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这件事啊 没事 刘姐 您就赶紧跟我媳妇解释解释 到底咋回事 小心啊 我跟小王真的只是骨友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外人都在场 也说我的儿子都上大学了 我怎么能干出这就丢人的事了 我家的老头子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追我追得蛮紧的 没想到现在年龄大了 都孩子胡思乱想 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到人家家里去闹了 你看我哪漂亮啊 就只有他 他说我漂亮 公里都比不上我 那您给王伟发信息是怎么回事 什么信息啊 没有啊 姐 你 你这删了 删了 我有啊 你看 你看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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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他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 拿着我的手机发出去的呀 老头发了 他以前都干过这种事的 他这也太紧张自己了 这样也不是什么好事情的 还有那个红包的事您应该解释解释 本来这就没什么事的 你看 我们补有群 发一些消息出去 小王推荐了一只股 我也买了 赚了一点钱 手里宽宇了 我就出去啊 买了些东西 他可能又是因为这个 又紧张了 而且 我也没有绝对地给小王打过钱 就发了一次红包 八块八 特别啊 我 赚了钱都是小王帮的忙 对不对 我不能白白地赚这个钱呀 是吧 我家那个死老头子 他 他真是越忙越添乱 我现在就跟他打电话 叫他回来给你们道歉 姐 这倒不用了 王闽 你先下去吧 我还有几句话要跟姐聊聊 行 那我下去等你啊 姐 正事忘了 电脑 还您了 软件给您装好了 这回咱俩两不相干了啊 千万别让大叔拿着电脑给我说事 小王别往心里去 那你们好好聊啊 谨慎点 我不是那意思啊 照实说 实话实说 放心了 放心 姐 姐 今天我见到您 你觉得您挺直爽的 也不像是会说谎的人 但是我这有个疑问 觉得还是得问清楚 有什么事你就去问吧 没什么好烟再尝尝的啊 那个 烟晕棒是怎么回事啊 这 这 我家的死老头子 怎么这个也跟人家说呀 我不是最近有点更年期吗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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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太准 就想测测 真是为了解人 行 姐 我这也没什么疑问了 今天谢谢您啊 我就先走了 媳妇 这种 你俩在那聊啥了 就那些事吧 还要再跟你说一遍啊 得 我可不想听 但不管怎么说 这回你肯定信了吧 我俩根本不可能 就算我出轨了 我也不能出轨那样呢 我给你看看我喜欢啥样的吧 看 这样 这样 这种 行哪你吧 这种 对 我说你天天暴手去干吗 那看他们呢 我就是给你证明一下我的品位 要不然我给你 出我一个试试的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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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呢 哎呀 怎么可能呢 咱大宝都有了 不可能 没啥大事 咱俩就错过了 错过 好好过 好好管 好好管 行吧 这次就算我错怪你了 但是以后你得相信我 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 你 啥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 哦 谁不是屎盆子呢 刚才那些丝蜡大强腿 不是屎盆子呗 别 丝蜡 老给我推送你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送啊 气宰子 行了 回家吧 阿姨还等着呢 回家 回家